民進黨的議員是一字排開 縣長下台 在他講話的時候嗆他的 所以民進黨看到一個被起訴的縣長 就讓他下台 那民進黨為什麼遇到一個被起訴的議長 就跟他講說沒關係 我們慢慢再來 這就是雙標 就這麼簡單 民進黨的態度 我覺得如果今天在講台南議長邱莉莉的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就要回顧幾個事情 當時我們賴主席上台以後 其實那時候是邱莉莉還沒有被起訴 還沒有被起訴的時候 其實就是由黨主席跟中職會直接送中評會 就是在還沒有起訴之間 所以當時坦白說有些人有些爭議 又還沒有起訴 又還沒有一審判下來 為什麼這個時候 你就自己就把它送中評會 甚至後來就把它挺權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態度是一樣清楚 在還沒有起訴就主動送 那我要講最近其實 我常常在民進黨的群組裡面 還看到有些職者在傳一個畫面 那個畫面是 那時候這個賴副總統賴主席 去到各地這個黨員座談 大家記不記得最後一場在台南 在台南他做了一個動作 他跟旁邊的這個黃慧哲 他跟旁邊的這個黃慧哲 把頭壓下去 然後沒有壓他頭了 沒有壓他頭 但叫大家一致的道歉 我知道這段時間 台南的這麼多爭議 其實讓很多台南的朋友 心裡也很悶 所以他那個動作 那個要求 那個畫面 一直到現在 很多民進黨的支持者 還是不斷地在群組傳 這是振奮人心的事情 因為賴主席對於黑金的態度 是明確 我剛才說 在起訴之前 就要求停權 我想國民黨沒有在起訴之前 就要求林茲廟停權 沒有 但賴清德有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 對於黑金的態度 其實他的標準就是比別人高 我覺得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是 黃慧哲他是長真言 我剛才聽朋友跟我講 他是長真言